電價在漲 醫院先倒 電價在漲 醫院先倒 4月1號電價調漲引發社會部分反彈 國民黨立院黨團27號會見一屆人士 討論電價調漲對醫院成本衝擊 國民黨立委曾經會更指出 這恐怕對偏鄉醫療單位不利 大家非常好心的想要回去服務偏鄉 結果卻因為電費調漲 沒有辦法運營下去的話 誰來負責我們所有偏鄉居民的健康呢 日前衛福部次長王必勝出估 電價調漲 整體醫院可能增加10億元支出 然而成本是否轉嫁到取消天花板上線的 掛號費上各界憂心忡忡 另外吳立華也詢問是否有相關配套 所以是補貼還是減免還不知道 這樣子說就是說關於電費 這次委員會大概有提了一個意見 就是我們針對不同的部門可能有一些相對弱勢的 那我們在用電的這一塊如果要維持一個 就是說合理的提供價格反應的速度不要這麼快 那是不是可以用政府用預算補貼的方式來執行 那整個經濟效率會比較容易做反應 經濟部回應由於醫療部門體系複雜 會在行政院會內與衛福部討論 補貼政策也還要在細部設計 但不只電費衝擊 央行升息 各類貸款政府寄出利息補貼 但卻獨漏族人可申請的微笑貸 我奇怪了什麼部會都有提出來 為什麼我們圓民會的沒有 七項政策的話是針對所有人都可以申請 至於圓民會的貸款的另外一個專案的貸款的話 圓民會還在嚴厲中 電價升息雙重夾擊 阻地總處預估今年CPI漲幅將超過2% 而央行也將祭出抑制通膨危機配套穩定國內物價 原來是中華阿斯巴多立法院採訪報導